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吴明入围金莲花奖 梁朝伟、王一博闪耀影坛,金光闪闪的一年。 近日,第十五届金莲花奖公布了入围名单,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《无名成功入围》,成为了金莲影坛的焦点。 这部由著名演员梁朝伟,当红小生王一博主演的电影,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更是在口碑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。 此次入围金莲花奖,也是对这部电影的高度认可。 作为一部谍战悬疑题材的电影,吴明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。 梁朝伟与王一博在片中饰演了一对生死之交的搭档,为了民族大义,他们不惜冒险抵抗日扣,最终走向了不归路。 这部电影不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,还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伟大。 整个故事跌宕起伏,令人紧张刺激,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于历史和战争的深思。 梁朝伟和王一博的出色表现更是成为了这部电影的最大亮点。 梁朝伟凭借其精湛的演技和丰富的表演经验,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而王一博则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出色的表现,成功地诠释了一个与他以往形象截然不同的角色,展现出了他的演技和潜力。 两人的默契配合和精湛演技都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。 此次入围金莲花奖,对于梁朝伟和王一博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认可。 这不仅是对他们在电影中的表现的肯定,更是对他们未来发展的鼓励和支持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他们将继续在演艺事业中不断努力和进步,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除了梁朝伟和王一博之外,无名的幕后制作团队也功不可没。 这部电影在拍摄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和挑战,但是制作团队凭借着专业的技能和执着的信念,成功地将这个故事呈现在了大荧幕上。 从导演到制片人,从编剧到摄影师,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。 吴明入围金莲花奖无疑是对这部电影的高度认可和褒奖。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业的蓬勃发展和不断进步。 相信在未来,中国电影会继续在国际舞台上闪耀光芒,为全球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中国电影业的辉煌未来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